本節目內容只代表個別嘉賓及主持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很快就來到這個死亡筆記 新年流流就講死亡筆記 我們照亮新世紀 而且我覺得死亡筆記 我覺得有很多人未看的時候有種吸引力 因為始終這個叫做十年前引發的一個電影的經典 現在去到這一刻他有一個叫做新的啟動 這種啟動裏面他都說 由兩本變成六本 而六本可能還有得來的 不知道 總之不單止是日本 一開場俄羅斯也有的 然後2017年的時候就做一個美國版 一旦找到美國版那個是否定了 都是演員 見過都是演員 可能他的故事都很跟著 漫畫版 將原裝日本的漫畫版 原裝的日本漫畫或者電影版 就硬搬到美國 其實挺不照的 因為他已經開了給你看 有個蘇聯的死亡筆記 是完全不同的 這個是一個新世代的去法 我想剛才也說 他裏面有很多細樣的 變成了 現在這個死亡筆記 他裏面有很多有趣的戲劇元素 就放了下去 之前那時候都可以 提一提 因為如果他一說那個死亡筆記 這個經典的故事裏面 其實是變成你可以說 日本的那種流行文化 尤其是青少年的文化 一脈相連就變成一個很巨型的 新的娛樂系統 首先這也是不得不說的 20世紀少年的影畫版 由漫畫跳了一套影畫的時候 他也都變成了很大型的製作 而且這個你都可以說 他都開了一個先河 將一個叫做漫畫的類型 去晉升做一個叫做 真人造的電影版 的時候 他裏面都有很多的改動 就將那個叫做 在媒體的分別裏面 就做了一個 一種叫做新的 叫做跨類型的特色 另外這部我喜歡到避 但是很多人罵到他飛起 亦都是這個L的另一個版本 我覺得他都做得好的 這個 還有他兩集裏面 他最正 他做地鐵黑星人 那個就正到避 這個現在最近露 你會看到他原來是Giger 是 是不是 劇情 裡面 他這個初出場有型到臂 那一場 在地鐵打 那個 還有他這個生死之交 我覺得 生死的邊緣裡面的故事 我覺得 其實《死亡不記》 這次的新版 和這個 是接軌得很厲害的 可能那個導演 和編劇的那個意圖 都很想把他這兩個故事 找一個好像塔羅牌的關聯點 就是砌了一個戲劇陣出來的 如果大家那時候可以多看一些 另外就是一個 我都不得不提了 跟這個有關 這個我覺得就是 這個故事叫《捉妖敢死隊》 大家都說香港平時改什麼戲名 覺得很好的 不知道為什麼 這部呢 就覺得是最有問題的 《捉妖敢死隊》 但我覺得其實都 沒有雙大雅的 因為他強調妖 那件事 跟那個鬼 有不同 而且他裡面 他最特別的就是 有一個我想 如果 你說這次的那個 那個叫做《死亡不記》 裡面都有一些 很過癮的戲劇的元素 他這個也是很有關係的 我覺得他會很陰蜜相連的 這個就是大家看 《死亡不記》的時候 如果你加上 就是你看了 或者你未看的時候 你加上了 有這種方向 你看這部戲的時候 你會覺得過癮些 是啊 尤其是回來這裡 我覺得這次調查幫頒獎 就做得很厲害 就是立刻就在這裡玩摺子 那何解玩摺子呢 那你告訴大家 因為我剛才都說 我比較喜歡那個 《奸田將輝》 是 不是一盞字 你找回看 他是飾演那個 紫苑的 那他做了一個 黑客 那他 你會發覺 他很多時候都會有一個道具 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是叫 立體三圍摺子 這個三圍摺子 從哪裏來的呢 其實我上網找過 就是足波大學 三博術教授 他帶領一個團隊 他就有玩開這個 其實這些圖 那些展示圖 他全部都用電腦摺出來 摺出來之後才摺 但最難的地方就是摺那一刻 因為 你拿了圖出來 剪出來 有些摺 摺其實都很花時間 而他這個 這個和紫苑有什麼關係呢 其實原來 和足波大學有關 因為 這個三博術教授 就是 大領導團隊 是一個 情報工學領域的教授 而他 這個 這個 足波大學 其實是 在日本排名 是十大大學之一 還有他早前 在這個 2016年 一月 一月幾的時候 他曾經 丟過一個 免費的 程式出來 叫VPN VPN VPN是什麼程式來的呢 就是說 他可以 跨場 跨場就是說 就 防止 別人封鎖 他的 IP 就是 他可以連接 網上的 他有一種 跨場的 對 連接 這個 不需要註冊 亦都不需要付錢 變成 他就 和這個 紫苑的身份 是一個 黑客 有相當大的關係 是 而 其實 足波大學 曾經在 這個 2013年的時候 曾經被 黑客 進去 為什麼呢 足波大學 其實 他裡面有個 超級電腦 那麼 他裡面 2013年 那個 黑客 進去 偷了 一部分的資料 例如 那些 粒子文理學 以及宇宙文理學 那些數據 所以 我想 導演 為什麼會加這個 道具 就可能 和足波大學 有關 和 他和這個 子圓的身份背景 是有關的 他 你現在看的 這幾個 都是摺子型 這幾個 很厲害 這幾個 就是 現在那個宇宙 即我們看這個 叫物質宇宙 我們看的那個型 很多 每個人不同的 那個型的 那個世界 裡面那裡 其實都是一個 叫摺子的理論 那 這個 這個 基本上 你會發覺 它不是一個叫摺子藝術 的發展 而是 想 這件事 在這部戲裡面 也告訴大家 現在我們 理解這個世界 尤其是 有了 這個叫做 電腦網上的 這個 數碼的 虛擬的世界 你會看到 我們有很多個 不同的宇宙 我們現在這個叫物質的宇宙 就跟那些 或者不是物質 只是意識的宇宙 有很多相關 而那種相關 裡面那裡 來到我們的物質的宇宙 那裡 那些物質裡面 就有很多 形成了很多 比如 植物的出現 動物的出現 人的出現 人 那些老虎獅子 大家有不同的型 或者有不同的質地 但是原來全部都是一個叫做二次元的平面 好像一張紙的世界 而它就是用不同的摺疊 就製造了出來的 我們現在這個空間 那麼它裡面呢 你會看到 不是這一部戲 這個叫做死亡筆記 它這裡呢 只有提及這個理論 最主要就是這張摺疊 大家看看 早前的 這個就是我們在之前的那個 我們的這個電影有讀 裡面都有提及過 就是哥斯拉裡面 他都說 當他們找到那個教授 提供的那個整個 哥斯拉的那個基因 之後 他就發覺他要用 這幾個他的電影那裡 沒有出到來的 我們看到是另外的那些人 他就知道 利用的這個摺紙的一種技術 就將整個哥斯拉裡面的那個基因 和那個人 就製了出來的那個裡面的 那個information的情報 就全部呢 就更加容易就是 看通了 不是就這樣一個平面的 你看的 一個摺疊 是一個摺疊的原理 那他那個呢 就是如果簡單點來講 他都是講給大家聽 就說 其實在這個世界裡面 我們看的世界裡面 那裡 就是 你會看到的蟲洞 就是interstellar 都是有一個提及了 就是蟲洞 就等同於 那個原理 等同於一張紙 我們的宇宙是一張 紙的裡面那裡 如果你從這一點來到這一點 那時候呢 你在這個平面的那個 那個空間裡面 蓋的時候 就是我們這個物質宇宙的空間 那時候呢 你可能要花很多光年 那但是呢 當你呢 就是有一個叫做 懂得摺疊的原理那裡 那裡 你可以將A和B 這兩個點呢 一黏在一起的時候呢 就變成了它裡面 是無差距的那個距離呢 是直接去了那裡 這個呢 就是未來的宇宙的旅行 裡面那裡 就出了一個這樣的概念出來 那這個概念裡面那裡 就已經呢 就是解決了有很多 我們以前看一個叫 一個叫物質宇宙裡面 就有很多 很多東西 我們想不通的 那樣東西 就已經說了出來 那然後呢 那當你這個叫做 是interstellar 講的這個 蟲洞宇宙的這個理論 其實就在四五十年代 都已經提及的了 已經是七十年代最熱刺的 那但是呢 就去到現在這個時候呢 就因為電腦的科技的發達 還有你剛才說 這個不是 這個是三公二行李 不知為什麼呢 做三公呢 是你也會在那裡的了 這個是不是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三公純呢 他那個摺紙的那個理論呢 就是 他裡面都有這個那個概念在那裡 就變成了一種呢 你研究一種摺紙 他摺紙呢 就做出了很多型 形出來 而這種型裡面呢 就最基本呢 就是呢 有時候 就是去到你那個叫做 你將你的摺紙 能夠摺出到六面體呢 就物質世界就已經形成了 就是一個子的物質世界已經形成了 然後呢 就十二面體呢 就這個宇宙的 整個那個宇宙的世界呢 就是可以從這個摺紙的這個 你的那個摺摺的方式呢 來將整個宇宙呢 你可以用一個叫做 平面的information 來了解這個整個宇宙是怎樣的 所以這個呢 我們當時呢 就在哥斯拉那裡都有提及過 有件事就是 剛剛最近我們 我們都有很多人都說 地球是圓還是平呢 其實就是他的意思就是 這個呢 我們當時都有提及過 他哥斯拉就已經那個 都說了給你看 是一個平的空間呢 你說沒錯 這個呢 我們呢 用一個叫做 如果二次元的那個原理來看 就是呢 你完全是可以呢 將它呢 攤平了 來看這個地球 那你當你看到這個地球的時候呢 你有很多數據呢 你就會看到呢 哪裏那個磁場會大些 那兩個叫做 兩個的那個磁場位 在哪裏 你就在一個叫做 中心點來看呢 就看得出來的 等同於我們看一個地圖 那個地圖就是平面來的 但是當你呢 如果摺呢 就摺到一個叫做 一個叫做 上個地球的原形就出來的 那出來的時候呢 其實它都是一個平面來的 那所以呢 這個是一個叫做 你的一個思維的 一個叫做 思維的平台來的 你說它平 其實你沒錯 因為呢 你可以呢 在平那裏呢 你就可以找到它那個叫做 是 它那個 譬如磁力點 在哪裏那裏很清楚來的 但是你將它呢 立體思維的時候呢 你去到呢 那個叫做三次元那個時候呢 你就會看到這個地圖是圓的 但是圓的時候 你用那個叫做數據那個 來找它出來的時候呢 二次元那裏呢 就是你的數據 所以呢 這個呢 就基本上呢 這個不需要一個爭拷 就叫做 在一個不同的那個 那個思維的層面裏面呢 你就明白到那個 那個原理來的 是平台之分 那現在呢 你說可以再複雜些呢 就是大家都開始呢 明白到 用這個叫做是科學的理據呢 來去看到呢 就是我們基本上 是沒有四次元的空間 就是有一次元 二次元 三次元 然後一條跳去五次元 這個Industella裏面就已經 用那個科學觀呢 就講了出來 四次元的空間 其實但是 就是三次元和六次元之間的裏面呢 製造了一個叫做五次元的空間 這樣就已經解決了那個問題 四次元的空間呢 是我們的觀念的空間來的 就是我們認為 不能夠超越的 是什麼東西呢 時間 是啦 一會就給你講了 時間 就超越不到的時間 原來我們的那個時間呢 就叫做地球自己定的 因為叫做地球時間 但是呢 就是地球的時間呢 如果你一擺上一個高 就是跳出一個高層次 就是好像第五次元的那個 那個時空的時候呢 你看到這個宇宙的時間 和地球的時間呢 就有一個很大的分別 這樣就這個呢 你會發覺呢 我們就在這個 比如 《死亡筆記》裡面呢 它有一個最大的關聯 不是這個 玩個摺子的理論呢 它會比真哥斯拉呢 就更多很多 還有呢 剛才那個叫做 《捉妖敢死隊》裡面呢 他都告訴你 其實當他講回一個古代的世界 他用摺子的那個原理 就告訴你 他裡面呢 就有這種概念在那裡 利用一個戲劇呢 就把它已經放了出來 是的 所以呢 我覺得呢 去到這個時刻那裡呢 如果你用這個方式呢 來去看 這個 這個 《死亡筆記》的時候呢 那裡面呢 就玩多了很多東西呢 就說 原本的故事 是漫畫升上去 電影 那這兩個跨媒體的裡面呢 就叫做三次元空間 不是 二次元空間 是怎樣的呢 三次元空間呢 就玩Hologram的那些 那些空間來的 但是它裡面呢 都還有一些 有些過癮的東西呢 都很值得呢 在我們這個叫電影有毒那裡呢 夾起來 來講給大家 就是 大家一起去調查 它裡面還有一些 有些有趣的東西 是 兩樣東西啊 一樣的就叫做 時間 第二樣是什麼呢 當然是筆記啦 死亡筆記啊 就說筆記啊 好 下次再跟大家講 好 provider 拜拜 好 Dan